他騙過很多人的錢 但是他IG有215萬個人追蹤他 他坐過牢 被罰款1億 但是請他演講的要付20萬美金 這個惡名超章的華爾街投資家 甚至連不投資人都聽過他的大名 - Alright, Jordan Belford here 沒錯,就是他 樣子不認得也不奇怪 如果換了這個樣子 你就知道他哪位了 - Jordan Belford 在電影《華爾街狼人》 里昂納到飾演的真實人物 我們在電影中 已經目睹過他揮放 奢華瘋狂一面 用盡每一句片述去賺錢 最後還要坐牢 不過現實中 這隻華爾街之狼的一身 可以比電影來得精彩8倍 肉前的風光 肉後的揮煌 究竟騙徒監等 怎樣變成成功生意人呢? 我們又可以在這個壞蛋身上 學到什麼了 喜歡我們的內容的 記得按訂閱和鈴鐺搶先看 Like和分享給朋友 讓多一些人能夠了解 更多投資理財知識 假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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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們所有的專屬電台和聯絡方法都在這裡 不要再被人騙了 看回華爾街狼人Jordan Belford 今天的情況 有案底他其實過得多風光 在他官網 自稱是投資大資 世界第一的銷售培訓師 創業專家 大多人跟著去賺錢 嘿 忘記再說 他現在已經是美國一位知名的激勵演說家 創業家 作家 經營自己的公司 而且經常在世界各地演講 教人銷售技巧 商業策略等等 連Ford IBM 萬浩酒店這大公司 都要找他做顧問 銷售課程定價4000元美金 請他的現場演講 成為20萬美金演講費 跟很多大明星看齊 他在商業世界做得那麼好 我們再看他的社交媒體這一邊 嘩 YouTube Channel 有66萬訂閱 Twitter 有64萬追蹤 IG 有215萬追蹤 我自己也算是做自媒體 我也知道這些數字真的不說得笑 暫時見到這份彷彿色發光的CV 都忍不住真的被他吸進去 不過 這些金碧輝煌的階段之前 他其實經歷過一段黑暗時期 論銷售技巧 他絕對是專家十分成功 但是 這個所謂的成功的人之前 為什麼要搞到坐牢收場 做錯了什麼呢 要了解上半身過山車一般的歷史 就要從他高中畢業開始看 他很早對賺錢就有強烈的慾望 注定是吃這行飯的 Jordan Belfort 1962年在紐約出生 在高中畢業後的一夏天 紐約去到30度 但是某個海灘方圓800米 居然沒有一個地方買到凍飲 見到這個需求之後 Jordan就和他朋友搞了攤生意仔 用22元的成本 買了一些保溫箱 裝著雪糕拿去買 一箱雪糕賺到100元 第二天就已經決定擴大業務 買多4個保溫箱賺到盡 賺了500元 補充回來 當時最低工資是1.2美元 高中時候是這樣 大學的時期當然不執書 當他成功如家人所願 考入瑪利蘭大學牙醫學院之後 教授說了一句話 他馬上就退學了 不是說粗口 不是下降頭 而是 牙科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了 如果你來這裡只是為了賺很多錢 那你來錯地方了 沒錢就沒面子給 Jordan就當然馬上閃人了 作為一個天生的銷售士 Jordan正式開始他第一門的生意業務 在紐約長島賣肉類和海鮮 每個星期都賣到5000磅肉價 從銷售來看都真的不算很差 但是25歲的他 可惜本金就一定不多 資不抵債 這間公司很快宣佈破產 之後他去做一間股票經紀行做實習生 正式進入華爾街學師 學了所有銷售金融產品 應該有的各種技巧等等 可惜了 1987年就發生了黑色星期一 全球股市大崩盤 Jordan自然都逃不過給公司解僱命運 經歷了自己公司破產 被人插迷魷魚 團火連續息了兩次了 普通人都可能正正經經地找回江船鬼數了 但是這兩個錯節 潑不出Jordan想發達的強烈慾望 他仍然幻想自己 可以像資深的股票經紀一樣賺大錢 加上他在之前金融機構學過一些知識 銷售策略 應該足以成為一個股票經紀人吧 所以兩年之後他決定冒險自己創業 成立他自己的經紀公司 Threatened Oakmont 不過與其說這間公司的成立 為了他之後十年的成功鋪路 倒不如說他一群受害人被人握錢的起點吧 今天我們周不時收到垃圾電話 一大堆微信女騙局的那些 上個世紀幾天早就存在的了 而Jordan Belvert就是微信女之中的表表者 上帝要你滅亡 必先令你瘋狂的嘛 所謂的瘋狂 正正就是Threatened Oakmont股票行裡發生的 見證著Jordan Belvert 由普通的經紀變成巨富的成狼之路 這間公司的賺錢方式 是用電話向客人推銷世價股 就是我們經常說的Penny Stocks 值此賺取巨額佣金 在那個年代來說 世價股佣金可以高達50% 而普通大型股只有1-2% 而且他們懂得盡量向富人賣手 有大就吃大 想知道他們暫時的實際操作 沒什麼好得看李安納道 在電影中的演繹 這可能是我最近六個月份的最好的事 如果你有60秒的話 我願意分享你的想法 你得到一分鐘嗎? 謝謝你的信心 謝謝你的選擇 歡迎來到投資宗 謝謝你 再見 Jordan Belvert的公司裏面 就是走這個套路 他教一些合科人 隨機打電話 先說服客人買穩定的股票 建立了信任之後 就說服他們買蚊型公司股票 說到遠景多好 將會有什麼專利 之後股價一定會升很多 而且這個內幕消息極少人知道 而且他們自己公司都是有買這隻股票的 製造有錢齊齊穩的感覺 大哥這伎倆用到今時今日還是中伏的 買的人越多 不過股價就升得越多了 Jordan Belvert 和他一些同事的確是會入股的 只不過是等到股價升到某個點 就一起脫手 賺在最高位 這個就是正正今天我們所說的 踏盤股了 由莊家儲貨做高股價 等散戶高位再接貨 莊家就出來割韭菜獲利 散戶就抱著一堆不值錢的股票 真是陰勢 在全盛時期有超過一千個 學過這套銷售技巧的股票經紀為他做事 管理超過十億美元 他也擔任過五十多間上市公司的顧問 曾經控股過其中三十多間公司 Jordan Belvert 就是用這些詐騙手段去吸金 甚至有些空殼公司是他自己用其他名義開的 做假數 簡直和憑空賺錢沒有分別 是名符其實的華爾街之郎 除了賺錢不守遠 洗錢亦都不守遠 Jordan Belvert 除了出名揮霍無盜 豪宅、跑車這些小事 他還可以有錢到容許直升機在自己家裡的花園墜位 有得的遊艇在海上沉沒 好像積棄餐具那樣 還養成吸毒習慣 夜夜新歌瘋狂開派對 在他最瘋最微爛的時候 九十年代初 證券交易委員會終於展開調查 1999年 Jordan Belvert 承認操控股價和洗黑錢罪 個人罰款 1.1億美元 並在2003年被判監4年 不過因為公出同伴 厲害 只是復零了22個月而已 就是這樣 Jordan Belvert 就由穿著西裝 年薪千萬的華爾街投資家 以一下子成為穿著籌衣的囚犯 肉中生活可能成為Jordan Belvert 的轉捏點 他在裡面分別寫了兩本回憶錄 華爾街之郎和抓住華爾街之郎 翻譯成18種語言 在40個國家出版 當中華爾街之郎 還被大導演馬田史高西斯看重 改編成為街之學民的電影 由李安納到飾演他本尊 令他知名度再度擴張 覆蓋全世界 就算他真的坐過牢 依然很多人懷疑他是不是真的改邪歸正 是不是真的認為自己做錯 這個就交給大家判斷了 不過至少有一件事我是認同他的 他提過在監獄低潮期 給他最大動力的是他的家人 想向自己的小朋友證明 他自己可以從失敗中站起來 那他其後在他身上可以學習了什麼呢? 可能可以應用在我們投資組合 做生意和造型的身上 好像我這樣了 我也沒有那麼聰明 活該到科網股的最高位才能讓人投資 最糟糕的是第一次試一下 就賺錢 輸的一次就all in的一次 就覺得自己聰明伶俐 死萌失 輸足8年都不認輸 經過了那麼多年的時間 才認真地慢慢修改投資策略 到現在做了資產管理那麼多年 才明白穩定增長 穩定回報的重要性 最重要的道理也是一樣的 首先要自己狠認錯 不要歸咎環境 全部歸咎自己到 然後才有機會可以修改你的投資系統 當這個feedback system成立的話 你任何投資系統 哪怕多少都只會進步 不會退步 如果大家都想八卦一下 我研究了那麼久的投資系統 是什麼一回事的話 令到我做了那麼多年資產管理 其中有3年付回報 12年全部正數回報 年增長穩定的20% plus的回報 去累積財富 你用回72法則去看 這種所謂的穩定增長 已經令到你大概3年 能夠將你的財富翻回來的了 講求就是記錄對經濟周期 順勢而行 接著要做事都尚算簡單 就是買什麼 多少錢要合理 以及什麼時候買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整個投資系統是怎樣 可以節省大家撞晚時間的話 我會將我這麼多年的資產管理 和訓練研究部的投資系統 會分享給大家 就會在這個王牌課程 免費分享會系統 跟大家見面的了 到時是直播認識 跟大家分享的 完了還有40%才重溫 如果大家想報名的話 準時約定大家 按QR Code 或者下面連結報名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過往的投資方法 都是跌跌撞撞的話 或者沒有一個feedback system 或者沒有時間去慢慢修改投資系統 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八卦我自己的投資系統 我會分享的方法 令大家穩定地 只要每一年做到年會補15%的話 一般情況來說 做到10年財務自由 絕對不是困難的 如果大家真的想認真收割你的投資系統 令到有正數回報 而且有可能可以節省很多時間的話 歡迎大家按QR Code 或者以下連結 收看我一小時的10年財務自由 免費工作坊 投資一個小時去了解一下 認真收割你的財富增添方法 好像Jordan Belvick 曾經是嚴重詐騙 造假數騙人錢 那有沒有可能還在這個壞蛋身上 還有得著 有東西學到呢 那當然有 首先 學到不要買世價股先 這個人版已經證明了 世價股極有可能是一場變局 背後操作 只要看過一套戲就明白了 所以遇到你三不識七的人 跟你說 很久沒見 想念我們 認錯人 尤其是美女的話 你不必先醒一醒 說了幾句就發你買些東西的 千萬不要落答 騙徒口中的明日股 遠景多好都是放屁的 所以一定要選股 選有Track Record 的優質公司 第二點我會是說 學習從錯誤中獲得經驗 Jordan Belvick 上半身好像坐過山車 事業人生都經歷過高低潮 說真的 真的不是那麼多人可以承受這種崩潰 他能夠在出獄之後 轉型變成激勵演說家 重新創業 半身的更大 三不足 全都要走了 人生都不寫 每個小型推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